炉端烧的视频我也经常刷到 尤其记得就是这根棍子 哪是什么上菜的嘛 简直就是薅钱用的 感觉每个博主结账时都是打几千 搞得我一直都是想来不敢来的 我今天来的是一家大阪的老店 听说也开了50多年了 其实我还挺好奇 鬼经鬼经的大阪人会把炉端烧弄成啥样 毕竟这东西不是关系的吃法 它们可比东京人难忽有 特别务实 和网上看到的一样 师傅站中间 客人围一圈 长点的食材都放在让客人一眼能瞄到的地方 既然来的那我就把门全开放开店了 反正这家店都是做当地街坊邻居生意 食材新鲜又不过分讲究产地名气 也没有什么明星大咖过来开过光 所以量他也不敢乱来 我就照着这个单子挨个点一遍吧 因为食材还要烤一会儿 咱们就先来盘生鱼片 这是我最爱的试鱼 只要够新鲜然后再肥点 不知道甩三文鱼几条街 烤鱿鱼 这个一看酱汁二看火候 能开几十年的店都有几罐镇淀的陈年老酱 烤的要是再嫩点你都能听到牙齿切开肉的声音 这个真的是功夫 烤山药脆甜脆甜的 然后就是这个竹节虾 这个虾是咋样的呀 我也没吃过 怎么黄那么多 感觉头里面都冒油 你说你这进化的 不吃你吃谁 烤蔬菜一定要撒一把柴鱼片 这个真是学到了 不光提鲜 感觉食物都活过来了 和牛串就没必要夸了 只要不烤焦就没有难吃的 然后就是今晚最丑的一个菜 烤鱿鱼 本来今天是想点荆棘鱼的 可惜没了 还好这鲫鱼烤的也不来 眼看着快吃光了也没见饱 我又追加了一轮各种小烤串 特别是压轴的这两颗烤饭团 个儿大捏的又紧实 还不能单点 两个吃下去 我就感觉又吃了两碗米饭 彻底称服了 最后结账500块都不到 我说什么来着 大阪人真的很务实的 当地人吃几十年的店 你说能跪到哪里去吗